在1982年的时候 我有机会到日本去旅行 在京都遇到一位日本女孩 她介绍我这个珍如愿教法 是她花了很多的心思 写了很多封的信 然后一直跟我沟通 一心一意地想把这个好的教法 介绍给我 就这样子我跟珍如愿教法 开始接连了 珍如愿的教法 确实了改变了我的一生 甚至是影响到我全部的家人 我没有必须购习惯的经验 其实我的朋友带我去新闻 这就是这样我得知新闻的新闻 这个真如愿教法是源自日本的 当初的教书整治经书根本没有任何语言的翻译 经过参加法会或者是读经的时候 不知不觉的得到很多精进的力量 教法真的是从毛孔进入的 我一直以为三个母亲 那是最终的 我必须要照顾他们 做家努 但来到新闻 当时我认为我能玩太鼓 我能与自己的语言 在语言中 等等 我发现她加入新闻 很努力 事件有多改变她 她是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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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慢慢参加她 她的多个活动 当我来到这里 她们非常温和欢迎 然后我慢慢参加 我慢慢参加 我参加了新闻 我参加了新闻 我甚至跟我一起 我们有很多乐趣 参加了新闻 这些活动 我帮助我 帮助很多帮助我 我甚至参加了新闻 我甚至参加了 参加了新闻 新闻 每次我感觉不安 或幸福 我立刻在心里 开始祈祷 南无新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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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突然降到我 似乎我 似乎我 似乎我似乎我 似乎我似乎我 似乎我似乎我似乎 南无新牛 是什么类型 南无新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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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缓 新闻 身人院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以 早朝风誓的形式 还记得当初 在80年代的时候 我们清扫 这个 Cringford Pier 就是 亨登码头的 早朝风誓 我们清扫的 每一个部分的 小垃圾 都显示是 我们内心中的 小小物购 所以 我们清扫之后 内心就感觉到 非常的开心 一整天就觉得 充满的喜悦 秦苑有很多支援社会的支援 我们去仁慈的家庭两个月 这些五到六岁 我们不仅仅是我们去的 我们学习很多从他们 我非常近习近的住居 他们会告诉我,他们欣赏我 如果他们不见过我 结束之后 所以我们变成朋友 在 互相参与世界上必要不得 身体渐的社会 大家都在整个社会 学习,我懂得是我们两个人的 我们认为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质合 在中央有关的情感 我们也会聘取与不同的邦领 在于Noors的地方 由于这些的开放 我们能处得更加密切 跟人们的拥有关 我参加八位朋友们这年 所以我感到很高兴 我会在学习的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学习的 新予威是不同的 它有很多意义 所以我告诉他们 我希望你能够找到这意义 当你来到Shinyo,尤其是SaiShow Ceremony 我只是分享我的经验和她们 我只是告诉她们 how happy I am to be here 对我自己 我非常幸运我能够带我姨姨 她是94 她永远希望她能加入我在日本 但由于她的年龄 旅行是困难 所以她很期待去参加生日子 我认为是SaiShow Ceremony是一种 人们可以一起来 即使他们来自不同的信息 不同的背景 所以他们能够表达自己 他们的观众和文化 他们能够尊敬 我认为这一刻是不平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